有民众来到台中神钢一家连锁饮料店 不过不是点餐 而是气氛拿出塑胶袋装着的玻璃碎片 可以听到这几片玻璃碎片 竟然是在饮料杯里面出现的 民众发文指控说买了三杯手摇饮 回到家开心一息 没想到在柚子茶里面 竟然是咬到了玻璃碎片 仔细检查才发现三杯当中 竟然其中两杯都有相同问题 民众是表示当时店员提出了退费 或是赔三杯饮料 不过这让他的一时间无法接受 而业者也坦诚 确实是在制作饮料的过程当中有舒适 才会导致玻璃碗的碎片掉进饮料中 后续也联系顾客致歉 双方已经达成和解